We call 1 报和 2 报 1 1 1 报 1 报 啊 这都多了 哦 是 这都多了 阿蘇我过去是日本去看过去 日料里啊 对 日本的卡OK啊 包括那种卡拉OK也有很多 我刚才走过来我一看 哇 那边好多这个小姐也在吗 在你懂的啊 在哪去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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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is it good 他老婆明天或者是后天就要生小孩子了 晚上要去医院看他老婆 亲爱的小伙伴们 我最近在泰国一直囤着这么多挂尔包 到哪一家咖啡店都会买挂尔咖啡 然后这个是那个Rolling Roaster的 它的那个咖啡 哇 打开之后这种发酵的香气很赞啊 因为我现在自己在公寓里边 我这边没有任何的这个制作咖啡的器具 所以说平时就喝喝挂尔包 然后呢这个泰摩特意从国内给我寄到曼谷的这个 摩托机寄过来有一段时间了 我一直没有机会用一用 然后呢我就约了上一次汉店的那个成都的那个小姐姐 还有他店里边的那个日本的烘焙师 去他们店里边一起试一试这个摩托机怎么样 然后大家呢先给你们开一个箱 简直啦 有点桃子和荔枝的那种感觉 那种香气 我这包我要回购 太赞了这个 做一个磨豆机开箱了这会儿 LizX Lite 配件盒 叫刷子 这个小袋子里边应该说明书 上边的手柄和下边的磨豆机 这正面是他的logo 这边是一个他的型号 Chesnut X Lite 哇他的这个第一手感让我摸起来就是更圆润了 然后握起来更加的轻松了 看有这种防滑纹的这种设计 这是手柄 手柄的这个感觉上啊 他就比LizX要轻了好多 整个磨豆机的这个重量上在握持的时候就感觉舒服了很多 这个外观 大家你如果要是打分的话 你觉得0到5分你们能打几分 他这个螺丝的话是在中间这个地方的 他不是在边缘的 他可能这个地方是一个缓冲的地方 所以说整个这个感觉更顺了 还有刚才我在放这个磨豆机的时候 我感觉出来它是一个缓冲的 这是应该是硅胶材质的 所以说放到桌子上的话 他感觉就有缓冲 就感觉LizX它是一个 让你觉得它是一个有距离感的磨豆机 但是这个磨豆机的话 它是那种很有亲和力的 很平易近人的这种感觉的磨豆机 刀盘的设计也不太一样 旋转起来的这种 嘚嘚嘚的这种感觉啊 要更加的精密了一点 因为它是半格半格的了 LizX它是一个一个的了 但是呢它取消掉了中间的小的 二次调节的那个旋钮 它增加了这个周边的半格半格的 5到7是Espresso 就是它可以磨异式 Pull over 手冲咖啡是13到16 我现在在去那个Casso的烘焙工作室 小伙伴今天真的是太热了 到了他们的烘焙的工作室 Demi小姐姐太热情了 又是我 是的 这一边的话呢 其实是在Asok的一个中间的地方 然后上面全部都是各种办公室 所以每天的话 这边开的会比较早一点 七八点钟我们就开了 因为这边早上上班的时候 就会有人不断的过来 说想要买一杯咖啡 就这个其实是我的最爱 我们用咖啡花 然后把它就是晒干之后 处理了一下 然后通过各种咖啡花叶的配比 我从来没有喝过 一定要试试一下 哇 它既有这种茶的香味 又有一点花的这种感觉 对 这个茶我们卖120台铸对不对 这个茶的成本其实是很高的 所以其实 利润低是吧 利润低 来就等这个啊 这一年更多的其实是点单品的 Asok过去是日本去韩国区 日本去韩国区 然后这一片都是 我刚才从那边走过来 我就发现好多日本的 对对对 日本的那个日料的呀 对 还有日本的卡拉OK啊 对对对很多很多 包括那种卡拉OK的也有很多 我刚才走过来我一看 哇那边好多这个小姐姐在门口 对你懂的 再来去吧 我说我忙我忙我忙 我拿着相机怎么 他们看哪 看我拿着相机 有点害怕你知道吧 基本上我的章子 都是在这边烘出来的 嗯 然后为了保证质量的话 豆子就是一公斤一公斤这样烘出来 呃像这一家和食物 更多的其实是想要支持本土嘛 所以就是亲卖亲来的豆子 嗯 会比较多 哇他正在认真的工作 很酷 酷 然后声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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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Flagg 闹味好 日本籍烘的烘领 烘领的烘领 烘领的烘领 一般的路 FatAH 它們叫做了它 用來做的液體 說過有液體 它的技術 是液體 它可以看到 很均勻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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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